在美國不道指 言論並沒有自由 學術也沒有 這裏是來自AP 美聯社 說其中有一篇文章對以色列的舉動不滿 發表在Columbia Law Review 上一本非常出名的法律海蜜 但因為這篇文章 被人關閉了 被海蜜所謂的director 理事們關閉了 這個發表在2024年6月5日 關於紐約那邊 原來我現在才知道Columbia Law Review 是學生負責編輯的 這些學生想發表一篇文章 關於一個巴勒斯坦人權的律師 在指責以色列進行種族滅絕 亦是一個隔離主義的文章 那些學生們 編輯們想發表 但他們的bord 由老師兼教 就認為不對 結果不是取消這篇文章 而是把整個網站停辦 這個可以說 歷史上來說 是這個海蜜的第一次 他認為這個海蜜是美國裏面 最古老 也最有權威性的法律期刊 可以見到 為了政治利益 教授們 這個區域是美國教授的教授們 以及同學校友 為了個人利益 將現在在加薩地帶發生的種族滅絕行為 連發表評論 從一個法律角度評論 都要禁止 絕對禁聲 寒蟬效應 這件事發生之後 我相信在美國不會再有任何期刊 這就是所謂的言論自由 學術自由